水童木剛剛在底下都看到的,對不對? 水晶晶就是長這個樣子 他也是很喜歡生長在比較潮溼的地方 那剛剛我們看到水晶晶最好認就是 他像扭毛巾有沒有樹蓋有沒有 他的紋路像扭毛巾那樣子 嘿 好 欸媽媽 那種葉桃到底要乾燥還是是不是? 有沒有到處都有 乾燥的地方也有 因為他比較容易在低海拔的地方成長齁 雖然他比較不選擇 可是他還是會比較喜歡潮溼 潮溼的葉面會比較大一點 然後他的心是早期是那個原住民他們拿來做那個... 小孩子肚子有蛔蟲對不對? 蛔蟲用的 這讓他吃一點 然後他就會把蛔蟲排出來 吃他的心喔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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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